Hello,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全球影史票房第一的漫威大作《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这部惨淡满满能让人笑出眼泪的电影,当然不是说有这么暴笑 而是这部电影是很多人十年青春的一个告别 相信不止一个迷地迷妹在观影时掉下了眼泪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重温火一飞烟灭之后的故事 一个愉快的周末,鹰眼正在教女儿如何拉弓 儿子们都跟着妻子在远处玩 午餐准备完毕,鹰眼转头将女儿一起过去 女儿却似乎消失了一半,不给她任何回应 再一转身,妻儿也都不见了 齐了融融的五口之家,现在只剩下鹰眼一个远地懵逼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 灭霸一个响指过后,全宇宙随机的万数人口会飞烟灭 这场惨剧真是发生了 乘坐飞船在太空中流浪的托尼和幸运无聊地玩着游戏 他们现在离地球还有上千光年的距离 由于燃料舱在和灭霸作战时炸裂 他们已经无法返回地球了 氧气也只能维持到明天早上 托尼在头盔留下了一段和小辣家的最后告别 他已经准备好从而迎接自己的死亡了 可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 不能就这样轻易的苟待 一道刺眼的光出现在了他眼前 是无所不能的惊奇队长 他凭一己之力将飞船拖回了地球 当然这对他来说是小case 大概跟千里松额毛差不多 灭霸已经离开地球23天 他所做的一切导致各国政府分分离析 能正常运转的部门正在做人口统计 结果却是如他所说的那样 宇宙的半数人口都消灭了 幸好星云知道他在哪 他知道所有关于灭霸的大计 包括在大计完冲后的退休计划 一行人怒气冲冲的 来到了灭霸所在的星球 此时的灭霸已经结架归田 在这个大花园星球上 过着悠闲的农夫生活 手套上的原石已经不见 他认为在宇宙被校正后 原石除了带来麻烦再无他用 于是他将它们全部毁掉了 这几乎咬了他半条命 但这是他的使命 他义不容辞 话还没说完 雷神就砍掉了他的头 这次他是冲着头砍的 可一切都已经于事无补 五年后的废物回收站 当年因着实验被困在 量子领域的蚁人回到了现实 他这才知道地球发生了什么 他找到了复仇者联盟的基地 告诉他们量子空间的时间机制 和现实不一样 这五年对他来说 只像是过了五个小时 如果他们可以利用量子空间 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说不定能挽回这一切 没错 他的意思就是时间机器 而能够将这个计划 变为现实的只有托尼 如今的托尼 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和小拉家生活在世外桃园 美对的到来 必然意味着 他需要打破这份宁静 他已经在五年前 失去了很重要的人 他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更何况时间旅行 根本就是天方夜谈 回到未来看多了 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托尼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们 他们只能找到班纳 此时的他已经和绿巨人合体 成为了力量和智慧的化身 但这并不是他的专业领域 他也只能试一试 大家都知道 托尼不是那么冷血的人 他拿出了和小蜘蛛的合影 他也想要救回那个孩子 于是他对以人提出的理论 进行了模拟 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时间旅行是真实可行的 复仇者基地内 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 时间旅行筹备 但是结果并不成功 甚至还有点惊悚 穿越好几次的蚁人 顺利地体验了自己的一生 大家都对此有些丧气 不过幸好 那个男人回来了 还带了一个功能齐全的 时空穿梭GPS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回到过去 拿到原始逆转现实 但前提是 托尼不会失去他现在拥有的一切 成大事之前 必须先召集原来的队友 温娜坐着敞篷车 来到新的阿斯加德找雷神 确实找到了个200斤的酒桶 现在他已经堕落的 整日与啤酒和游戏为伴 他不愿意去面对灭败这个名字 但幸好飞船上有啤酒 酒桶就这样应招了 寡姐也找到了 到处杀人的浪人鹰眼 所有超级英雄起居一堂 为了拯救宇宙而努力 在他们讨论 时间旅行的时候 有人提出 为什么不直接穿越到过去 杀掉婴儿灭败 这样不就能够改变未来了吗 所有的电影 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过去会影响未来 但这个理论在这里行不通 他们的时间旅行理论是 过去即将来 所有过去无法被改变 他们想要挽回一切 只有利用时间机器 拿到原始这一种方式 恰好时间旅行所需的皮目粒子 也只够在场的所有人往返一次 这一次的时间旅行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他们搜集了所有原始出向过的地点 将计划分为三对进行 美队和托尼等人回到了 2012年的纽约大战 浩克正在到处乱砸 此时的卷幅还没有成为起义博士 时间宝石仍然是有古一守护者 他本不愿意将宝石交给班纳 但是当他听说 卷幅自愿将宝石交给弥伴后 他也毫不犹豫地把宝石给了班纳 因为卷幅是他们之中最优秀的那一个 他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原因 酒桶和浣熊回到了2013年的阿斯加德 一切都还是那么完美 酒桶和自己的母亲最后谈了一次心 重新振作了起来 浣熊则顺利地拿到了宝石 回到2014年的星云 则在半路和前往沃米尔的寡姐鹰眼分道扬镳 他的任务是在这里等星爵送上门来 然后夺取力量宝石 没想到的是 他和这个时空2014年的自己记忆 出现了错乱 2014年还在为灭霸效力的星云 投射出了现在的他和战争机器的对话 灭霸得知 有另一个来自未来的星云 共享2014年星云的神经网络 而两个意识是相连的 他立刻在星云的记忆里 搜索无限原始 没想到竟获悉了复仇者们的全盘计划 还看到了自己计划成功后 被砍头的一幕 未来的星云拿到了宝石 交给战争机器 两个人正准备返航回到现实 没想到这个时候的记忆错乱 中断了星云的操作 他读到了2014年星云的记忆 本想通知大家灭霸发现了他们的计划 但是来不及了 灭霸的飞船已经来到了他的上空 将他掳走 2014年的星云伪装成了未来的星云 他准备利用皮姆粒子 帮助灭霸完成大计 美队那边进行的也不太顺利 他虽然凭借一句 轻松地拿到了洛基的权杖 然后和自己大打出手 顺便还欣赏了一下自己的美国翘臀 托尼却搞丢了空间宝石 让洛基带着跑了 偏偏皮姆粒子又只割他们往返一次 现在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找回空间宝石 除非他们回到一个皮姆粒子和空间宝石共同存在的年代 1970年 美队和托尼兵分两路 顺利地拿了空间宝石和皮姆粒子 还见到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但是他们有重任在身 一刻也不能耽误 寡姐和鹰眼来到了乌米尔星球 红骷髅出现给他们指引 又是那个熟悉的悬崖 想得到灵魂宝石就必须放弃至爱 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则 在一番争斗之后 牺牲的那个人是寡姐 拿到灵魂宝石的鹰眼醒后 毁到了现实 虽然大家都有些无法接受 寡姐就这样死了 但他们一定不能辜负寡姐的牺牲 托尼将所有的宝石都镶在了自觉的手套上 按照之前灭霸的说法 大哥响指就要了他的半条命 那这个手套一定不能是普通人来戴 此时的雷神太过久筒 显然不适合 班纳提出原始释放的是伽玛射线 他应该能承受住 然而就在他准备戴上手套打响指的那一刻 2014年的星云启动了时空旅行机器 将灭霸的飞船传送了过来 所以说他没有屁幕粒子是怎么做到的 我思来想去也没有想明白 虽然那些消失的人都回来了值得高兴 但2014年的灭霸来到了未来 才是头等大事 他毫不留情地将复仇者联盟基地炸穿 现在他的目标已经不是消灭 宇宙中的一半人口了 因为他发现 只要有人记得过去 就会有人无法接受未来 他消灭一半 让一半蓬勃发展的愿望 永远不可能实现 现在他要做的 是将整个宇宙毁灭 然后创造一个全新的宇宙 新宇宙的人会对他感恩戴德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反抗他创造的一切 说完便和托尼雷神美队三人陷入了苦战 蒋真这一段超好看 要不是太长了 我肯定把原片放上来 我恨不得把三个小时的原片放上来给你们看 虽然被灭霸打成了筛子 同时灭霸大军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 被传送了过来 整个宇宙看起来就要毁于一旦了 这可是终局之战啊 1400多万个结局中 他们唯一赢了的一次 在大家都绝望的准备输死一搏的时候 卷幅的传送门出现了 他将所有人都带了回来 所有超级英雄都在此时此地集结 大声地告诉我 这一幕有没有激起你的熊熊热血 现在打败灭霸只是时间问题 接下来就是手套争夺战 众人本想将手套上的宝石送回过去 却不慎还是被灭霸抢到了手套 在他准备打个响指毁灭宇宙的时候 卷幅却不慌不忙地 对托尼比了个一 托尼没透一咒知道事情并不简单 他重到灭霸面前想把手套脱下来 凭他一己之力当然不可能 可他的目的并不是脱下手套 而是让宝石回到自己的身上 承载宝石的手套是托尼造的 和他的战衣一样是纳米科技 并且都服从托尼的指令 可以互相流动变形 就在观众以为托尼要重复灭霸的那句 我就是天命的时候 如果一切都能和十年前一样 极大欢喜该多好 响指过后 灭霸大军全都会飞烟灭 铁人托尼也倒下了 那个所有人都热爱的天才钢铁侠 这次真的离开了 每个人都想要完美结局 但事实总是不尽如人意 葬礼结束后 美队将原石送和了过去 回来的他带着新的盾牌 却不是那个他了 因为他选择了去过另一种人生 那个有自己的爱人的人生 现在的他已经是垂暮之年 并且将自己的盾牌留给了猎鹰 他将会是接下来新一任的美国队长 随着美队寡姐钢铁侠老一辈英雄的退场 漫威电影应该是要开启一个新的机缘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爱你三千遍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力 下期见了